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历史栏目 这次要给大家讲述 诸葛亮若采用了魏延的子无骨奇谋 蜀汉能否北伐成功 请大家认真聆听 三国时期 蜀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实现先祖刘备的一致 多次出兵北伐 试图攻克曹魏的关中地区 以其一统天下 然而 由于蜀汉国力弱小 粮草不足 兵力不足 地力不利 以及曹魏的坚决抵抗 诸葛亮的北伐之路并不顺畅 最终在第五次北伐中 并逝于五丈元 北伐也随之告终 在诸葛亮的北伐过程中 有一个备受争议的军事计划 就是魏延提出的子无骨奇谋 这个计划是指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 魏延建议诸葛亮让他率领五千精兵 从子无骨 金陕西省西安市南 出发直去长安 再与诸葛亮从邪谷 金陕西省宝级市 出兵的大军在同关会师 一举攻破曹魏的西北重镇 为蜀汉北伐打开局面 魏延认为 这样可以出气不易 趁曹魏防备不及 迅速夺取长安 而且长安城内的粮食和物资 也足以支持蜀军的作战 魏延还指出 当时镇守长安的曹魏都督下侯帽 是曹操的外孙 曹丕的旭 性格怯怒无谋 一旦听到蜀军演致 必定会乘船逃走 不敢与蜀军抗衡 然而诸葛亮并没有采纳魏延的建议 而是选择了从斜谷出兵 攻取拢右的策略 诸葛亮认为 魏延的计划过于冒险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而且长安并非一公之地 即使攻下长安 也难以保住 诸葛亮更倾向于稳扎稳打 逐步削弱曹魏的军事抵抗力 破坏其政权稳定性 为蜀汉北伐创造有力的军事态势 诸葛亮的这一决策 也得到了其他蜀汉将领的支持 如赵云 马素等 那么诸葛亮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呢 如果他采用了魏延的子无谷其谋 蜀汉能否北伐成功呢 这是一个历史上无法验证的假设 但是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和探讨 以其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结论 一 子无谷其谋的可行性和风险性 子无谷其谋的核心是 利用子无谷这条隐秘的山道 快速突袭长安 出其不意 那么子无谷到底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它能否支持魏延的骑兵 顺利通过呢 子无谷是秦岭山脉最东部的一条峡谷 使关中通往汉中 安康的要道 也是通往四川东部各州郡的捷径 它是蜀道中唯一依据道路 走向方位命名的道路 也为它的走向大致于子无线平行 子无谷的全长约为330公里 其中山路就有600余里 沿途有诸多关隘 如子无关 妖岭关 饶峰关 黄金侠等 都是恶手要险的防御重地 子无谷的开通 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汉唐时期最为辉煌 是当时的重要军事通道和商贸通道 然而 由于地形显耀 气候多变 道路狭窄 桥梁一回 子无谷也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不适合大规模的军队行进 历史上 曾有多次军事行动 选择走子无谷 但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和挫折 例如 曹真曾述路大举伐术 他本人走的就是子无道 遭遇遗迹 战道被雨水冲刷断绝 曹真用了一个月 才走了一半路程 最后受召撤退 东晋永和十年 354年 东晋还温命司马勋进攻关中 司马勋同样选择 走子无道出其不意进攻长安 结果由于天宫不作美 禁军在山道中耽搁许久 被前秦侦察部队发现 前秦丞相扶雄率七千骑兵 在谷口扶击禁军 将司马勋布两万人一窝端 还温雄心勃勃的北伐 因此无功而返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 子无骨虽然有一定的隐蔽性和突然性 但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 地形 敌情等因素 就可能导致行军速度减慢 粮草消耗 士气下降 甚至遭到敌军的拦截和围攻 魏延的计划是要在十天之内 率领五千精兵 走完六百余里的山路 攻下长安 再与诸葛亮的大军会师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需要很高的行军效率和战斗能力 而且不能有任何意外的情况发生 如果魏延的部队 在子无骨中受到曹魏的阻挠或者被发现 那么他的计划就可能落空 甚至会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 因此 子无骨期谋的可行性和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 二 长安的战略价值和防御能力 魏延的目标是攻去长安 那么 长安对于蜀汉北伐来说 有多大的战略价值呢 长安又有多大的防御能力呢 长安是西汉和东汉的都城 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都城之一 也是当时的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中心 长安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它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心 是黄河流域的核心区域 是西北 西南 中原 华南等地区的交通枢纽 是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起点 长安的城池规模也十分庞大 它的城墙 周长达36公里 城内有108个街区 有皇宫 官属 寺院 学校 市场等各种建筑 城内居民达百万之中 长安的城房也十分坚固 它有四重城墙 外有护城河 内有壕沟 城门有城门 悬门 暗门等多重防御 城墙上有建楼 瓮城 马面等多种设施 城内有兵马 器械 粮草等充足的物资 城外有铜棺 寒谷关 渭水 秦陵等天然屏障 可以抵御外地的警工 长安对于蜀汉北伐来说 无疑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目标 如果能够攻下长安 就可以打击曹魏的国威 震慑其臣民 削弱其国力 切断其与西北的联系 控制其与中原的交通 占据其与西南的通道 为蜀汉北伐打开局面 甚至可以迫使曹魏坚都或者投降 然而 长安并非一公之地 它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 即使是魏延的骑兵 也不一定能够轻易攻破 历史上 曾有多次军事行动试图攻取长安 但都遭遇了失败或者困境 比如 汉末 马超联合韩岁 成一等西梁豪强 率领十万大军 攻打长安 曹操亲自率军迎战 双方在渭水之滨展开激战 马超等人屡次攻破曹操的迎战 曹操险些丧命 但是长安城却始终未能攻破 最后马超等人也为内部分裂 被曹操击败 长安保全 三国时期 孙权曾派遣陆逊 诸然等人率领三万水军 沿长江而上 进攻长安 曹操派遣曹真 夏侯尚等人率领十万陆军 从子武道出兵 与孙武水军在长安附近展开战斗 双方互有胜负 但是孙武水军始终未能攻入长安城 最后也为粮草不济 被迫撤退 唐末 皇朝率领农民起义军 攻打长安 唐熙宗逃往四川 长安城陷落 但是皇朝并不能安稳地坐享长安 他不得不面对唐朝的忠臣议事的反攻 以及各地的藩镇的割据 最后被唐朝的李克用 朱温等人联合消灭 长安重贵唐朝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 长安是一个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但也具有极强的防御能力的城市 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攻下的 也不是一劳永逸就能保住的 魏延的计划是要以五千精兵攻下长安 在与诸葛亮的打军会师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设想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目标 即使魏延能够突破长安的外围防御 也不一定能够攻破长安的内部防御 即使魏延能够攻破长安的内部防御 也不一定能够稳定长安的局势 即使魏延能够稳定长安的局势 也不一定能够与诸葛亮的大军会师 因此 长安的战略价值和防御能力是不可忽视的 三 曹魏的应对措施和增援能力 魏延的计划是要在曹魏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突袭长安 达到一虎作气的效果 那么 曹魏对于魏延的骑兵 有没有应对的措施和增援的能力呢 曹魏是三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 它拥有广阔的领土 雄厚的国力 强大的军队 精明的政治家 卓越的将领 以及稳定的政权 曹魏对于蜀汉的北伐 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重视 不断地加强关中的防御 增加关中的兵力 调整关中的布防 以及派遣精兵强将 与蜀汉对峙 曹魏的这些措施 有效地阻止了蜀汉的北伐 使得诸葛亮的大军 始终无法突破曹魏的防线 甚至多次遭到曹魏的反击和围攻 比如 曹魏在关中设置了多个重要的军事据点 如同关 韩谷关 陈仓 上规 安定 天水 隆溪等 这些据点都有兵马驻守 有器械备用 有粮草储存 有城池防御 有水源灌溉 可以相互支援 共同抵御蜀汉的进攻 曹魏还在关中修建了多条连接各个据点的道路 如子武道 邪谷道 龙幼道 秦陵道等 这些道路都有站道 桥梁 驿站等设施 可以方便曹魏的兵马快速调动 增加曹魏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曹魏还在关中部署了多名优秀的将领 如曹真 司马懿 夏侯帽 郭怀 邓爱 中会等 这些将领都有丰富的战争经验 有不同的军事才能 有各自的军事风格 可以根据蜀汉的动向 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 与蜀汉周旋 曹魏的这些应对措施 使得魏延的骑兵很难得逞 即使魏延能够从此无辜出发 也不一定能够顺利到达长安 因为他的行动 可能会被曹魏的侦察部队发现 或者被曹魏的防御部队拦截 或者被曹魏的增援部队包围 即使魏延能够到达长安 也不一定能够攻下长安 因为他的兵力 可能会被曹魏的城防部队抵挡 或者被曹魏的援军部队反击 或者被曹魏的内应部队破坏 即使魏延能够攻下长安 也不一定能够保住长安 因为他的粮草 可能会被曹魏的断粮部队切断 或者被曹魏的围困部队困住 或者被曹魏的反攻部队夺回 因此曹魏的应对措施 和增援能力是不可忽视的 四 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和目标 魏延的计划是要与诸葛亮的大军会师 共同攻破曹魏的关中地区 为蜀汉北伐创造有利的条件 那么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和目标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没有采能魏延的建议呢 诸葛亮是蜀汉的丞相 也是蜀汉的军事统帅 他为了实现先主刘备的一致 多次出兵北伐 试图攻克曹魏的关中地区 以其一统天下 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是一种稳扎稳打 逐步推进 一若胜强的战略 他的北伐目标是一种长期的 全面的综合的目标 他不仅要打败曹魏的军队 还要瓦解曹魏的政权 还要赢得曹魏的民心 还要联合东吴的势力 还要稳定蜀汉的内部 还要发展蜀汉的经济 还要改善蜀汉的民生 还要提高蜀汉的国威 还要实现蜀汉的大业 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和目标 是基于蜀汉的国情和曹魏的形势而制定的 他充分考虑了蜀汉的优势和劣势 以及曹魏的强项和弱点 他根据不同的时机和情况 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法 以求达到最佳的效果 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和目标 是经过深思熟虑 周密筹划 科学合理 符合实际的 他不是一味的冒进 也不是一味的保守 他是有章法 有节奏 有目的 有计划的 他是有远见 有智慧 有勇气 有魄力的 诸葛亮没有采纳魏严的建议 是因为他认为魏严的计划过于冒险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而且长安并非一公之地 即使攻下长安 也难以保住 诸葛亮更倾向于稳扎稳打 逐步削弱曹魏的军事抵抗力 破坏其政权稳定性 为蜀汉北伐创造有力的军事态势 诸葛亮的这一决策 也得到了其他蜀汉将领的支持 如赵云 马肃等 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和目标 是蜀汉北伐的灵魂和指南 是蜀汉北伐的动力和方向 是蜀汉北伐的理论和实践 是蜀汉北伐的精神和文化 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和目标 体现了蜀汉的志向和抱负 展现了蜀汉的风采和气魄 彰显了蜀汉的智慧和勇敢 赢得了蜀汉的尊敬和爱戴 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和目标 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是值得我们敬佩和赞美的 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的 因此 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和目标 是不可忽视的